这是一台文革时期生产的东方红牌四排黄手风琴 这台手风琴主要就是系统的全面的调整一下 而且主要是黄片的调整 那么这台琴已经调整完了 试一下的音色 然后试一下中音 然后这是第八度 好 再试一下高把动 好 再试一下波音 再试一下这个音 这是三个黄片震动 低音 中音和高八度 那么这个三个黄片之间都是差八度关系 那么最低音和最高音的是差两个八度关系 这个音是很纯的 是纯八度关系都是互相都是 好 再试试这一个 再试试这个 这个音是一个最低音和一个最高音 这两个音之间是差两个八度的关系 好 好 再试试这个最低音 这其实是最低音的弹 那么事先这灵敏度 那么我再试一下 从强到弱 我再试一下这黄片 这个音我拿的时候 是始终是不断 音是始终是震动的 在弱的时候 仔细听一下 而在静的时候 你可能听得出来 我再试一下 这音不断 看看到什么程度 从一般力度到强 然后再从强 再渐弱渐弱渐弱 仔细听一下 这音是始终是 黄片是震动的 这个音使用是震动 没有断过 所以这个黄片震动非常好 所以我们在调整时 就特意注重于 它的零笔度调整 也就是音质调整 关键是调整它的音质 所以每一个黄片 所有的黄片都必须得调整 一个黄片 两个黄色推和拉 这个音 所有的黄片都得调整一下 使其音在最通透状态下 那么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呢 看它的开口 开的弧度 然后在调整台上再听 听它音的通透不通透 如果不通透 所以还得调整 所以我们的调整师 必须有一个好的耳音 能见别的 这音的音质通透不通透 所以跳完好 有正跳好以后 我们的演奏是随人所欲的 怎么拉怎么有 所以这个手末性维修 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 而且非常 必须得慢 不能快了 所以每一个黄片 每一个黄片 得仔细细细 认真地得听 看 得调整 所以我是说的 就是每一个黄片 得单独调 完事以后 再整个的音色 再调整了 那么两排中音 调整 八度调整 那是再细调的音色 调整 看我这个琴 我试一下灵敏度 那么我不用这个拉 你看到 那么我手搁这 来个手 我不用 我手出来了 我搁这 好 可以中音 这是再听一下低音 好 几乎不用 咱没有我们风向 它就有点 微乎的有点 有点站劲 它就发音了 那么高八度 再听一下 这是高八度 高的我整个拉一遍 包括半句要拉一遍 听一下音 好 好 震动挺好的 调好音的音听特别舒服 特别柔美 那么这样我们用不同的力度 不同速度 能表现出不同的情感 所以调整黄片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非常仔细的 最后的肖子 就是 高八度 不辣风向 很快 这个音很通透的 那快来一遍啊 这个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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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演奏手门琴的时候 应该用不同的音色来演奏 而且呢 希望呢 那个亲友呢 提高那个欣赏 手门琴的音色 能够欣赏到 这是 这是原因 这是我给你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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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